待会我们官方看的就是熊衣领打林隐私的这场比赛 那还有另外四场的一个对决分别是紫荆城对钓鱼岛 流花湖打孤苏城 屈服口妙打蓝亭市以及苏提春小队水波凉山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今天早上 十六进八这个比赛里面已经有强强对决的一个情况了 那大家也是看到有紫荆城打钓鱼岛 然后也看到了有熊衣领打林隐私 孤苏城打流花湖等等的各种强服的一个对决 其实基本上可以说十六强是没有弱旅的一个情况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完了十六强那个对决情况 再来看一下熊衣领以及领隐私 这两只服务器在昨天比赛的一个情况 两只队伍都是一个四胜一瓶的情况 都是想想四胜一瓶13分进入到了今天的一个淘汰赛 那么来看一下这两个服务器的报名阵容 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熊衣领 熊衣领在本年这个场军胜场回合数是33个回合 胜率是80%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报名阵容里面的话 大黑你觉得其实他这个报名阵容就属于比较 我感觉这个这个报名阵容应该不会上这个阵容吧 按正常很难说因为今天毕竟是一个淘汰赛啊 淘汰赛里面的话这套阵容他们就相当于一个双风大唐龙宫的一套阵容 对这套阵容其实在打淘汰赛还是非常好打的 那常用的阵法是龙阵鸟阵以及虎阵鞋的战胜虽然是39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林影思的情况 林影思这边的话强劲市场回合数34个回合 双方都差不多 胜率80% 报名阵容是武装普陀女儿地府龙宫 那这套阵容其实 双方的阵容有点像啊 就是有一点点的区别而已 那最常用的阵法是阴阵龙阵虎阵鸟阵 携带战神数量是460万的 那林影思的战神的话可以说是在这个月相当的高啊 相对于其他的一个福气来说的话 好的那我们刚刚也是看完了熊阵铃 以及林影思在本届的一些报名阵容 以及携带战神数量的一些信息 那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0点整了 那我们相信这样比赛的话也是马上开打 那这样比赛 呃大黑你觉得是否会有一些阵法上面的一个克制呢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阵法上面 他们选择开一些龙阵啊阴阵这些 你觉得他们今天的一个阵法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呢 我觉得应该他出的这几个阵法应该不会出 应该有一把小课吧 有一些小课啊大课应该不可能 嗯大课的话其实目前来说大课其实比较难的 比较难 因为呃现在各个服务器的话 还是会选择以一个稳健的打法为主 对对对 今天的比赛跟昨天比赛不一样 今天的比赛是打120分钟 而昨天的比赛只打90分钟 90分钟对 他们很昨天很多时候是会上一些暴力的阵容 来让这个比赛可以拿下这个三分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场比赛 我们马上切入到比赛里面去看一下 双方都开了一把风阵 三输出打三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第一场 第一场 回合就开始点杀观战方法西 是的 开场对方是直接点杀观战方这边的我本储狂人 看一下这个龙龟大死亡没有中开场这个时候 不要中大死亡 观战方这边有防点杀了一个准备 光辉之家补上 没想到竟然是一把三攻打三攻 三攻打三攻 暴力啊 暴力 这场PK应该不会太久 将比赛按我们平常看到三攻打三攻的经验来说 是最多一个小时 这些比赛 那现在的话看到对方开场是选择点杀 观战方这边的我本储狂人的龙龙 成功的消耗了观战方一个九转 没错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门派上面的一个佩戴啊 开场我们先进来的时候已经看到是大堂横扫了 看一下其他的一些门派 按这次来说观战方这边是有全场的一个 一速 毕竟他变了一张猫灵感 破甲对战方法系 小死亡挂中了这一次 看一下光战方这边是龙腾点还是抗龙来点啊 我感觉应该是抗龙吧 抗龙会稳一点 来那这 现在下手都比较狠 狠 看一下第四刀保护掉一千血 我去 这个大金 非常的漂亮 一个龙腾 双龙弓龙腾 光辉补一下 来对外方是观战方大堂 对还是想要把这个物理一速给稳一下的那双龙腾的话对面的龙弓还没有倒地 主要的原因是刚刚卡了一个大金的原因 观战方这边的宝宝的话好像也没有跟上伤害 王子你说观战方一速会不会给他来个 呃 莫宝金钱 如果要砸的话 嗯 总感觉有点危险啊 总感觉这个龙弓的血量砸不死 他身上有个毒 暗门 这个五龙丹卡的非常的漂亮 这个即使点死了也无所谓 毕竟没中小死王倒地 由此可以看出 对战方和观战方那个防点杀做得非常好 对 双方其实已经把自己想要的套路已经打完了 对战方刚刚也是通过宝宝卡大金 但是没办法下一个回合 由于观战方这边的地府有手抓 对吧一个三仙多的血量你扛不住的 而观战方这边就是 我大堂可以倒地 但是我不能中小死王倒地 对对对 这比赛开场三个回合点杀了三次 看一下这个回合是否还有点杀 普陀拉大堂地府 凌智了凌智了 还是要把这个物理一速抢一下双方 现在都是用这些小套路 你把我的轮功给抓死了 我这边也把你的大堂给抓死 这边的话也是中了一个大死亡的 还好观战方这边他说 还好你是用地府来抓死我 不抓死我的话中了一个大死亡再打定 那就惨了 不过开场看到 运气还可以 对运气还可以 而且观战方这边龙弓 刚刚的一个四法爆的话也是非常的亮眼 好的这边货源伞接起 现在观战方这边有全场的一个速度优势 看一下普陀这个回合 观战方普陀是全场一速 双方都是一个普陀地府的一个搭配 也说这场比赛已经是 应该说近几年来好久没有看到的一套阵容 没有选择上一个峰系全场一个峰系都没有 而且法系全场都是龙弓龙弓 这个有点意思 因为之前其实在奇形斑斑调整的时候 很多梦幻修的玩家都会说 那以后五十弹不就没有双龙弓了吗 其实并不是的 但是我们先继续回到比赛里上面去看一下 光辉已经补上了 观战方这个回合要点的是大堂对面的话 也是做好了防御措施 看一下观战方点大堂数据 两刀破破蓝 第三刀两千六第四刀 看一下法系的数据 对能不能点得死 大堂死之前的话野兽加出来了 我去那 群妙感觉有点 但我感觉群妙看一下有没有法报吧 没有法报 没有法报 有宝宝干 小四海猫 这个小四海的话可能把这个大堂的性命给留住了 王子你说观战方会不会拉几只虚弥 观战方拉虚弥吗 因为对战方现在缺两个宝宝 如果大堂再倒地的话 我觉得现在拉睡眠其实有点早 有点早 甚至是有一点点赌博的兴奋 因为因为因为他现在如果拉的话 你场上宝宝五十宝都在 你现在拉的话 不是说不可以 只不过是五十五十的情况 有好有不好 但我建议 观战方普多接了一把罗汉 对 但我建议还是保证双龙弥取秒就可以了 地府来毒 地府是想抓一下速度 还是想把他们的大堂给抓死 抓速度 对外方现在肯定要给这个大堂吃一个黑月云林高的 把这个速度给抢回来 龙弥轻轻 这场比赛 观战方这边其实变了这个猫林卡挺灵性的 对 他变了这个猫林卡之后场上的主动权 观战方这边其实挺好配置的 尤其是你在接罗汉接金青这些时候 不用防 不用怕对面会有一些什么效力 现在的话观战方这边接起来一把罗汉 对于对外方双龙弓的取秒的话 观战方这边也不怕 但这个回合看一下观战方这边 普陀要不要再拉一圈灵动 毕竟灵动已经 结束了 两个法系都没灵动了嘛 对 但我感觉观战方这边可能又有一个点杀 好了 你看 这个点杀 对 看一下 这个点杀能否成功 对战方有一把金青 观战方成功浪费了对战方一个九爪 那这个点死的话怎么说呢 三攻点的话是必死无疑的了 但唯一一个问题就是 关键方这边的小死王被对面就给惊轻掉了 那待会这个龙龙拉起来了之后还是可以继续几秒 对 好多小伙伴们都说打得比较精彩 确实 其实对方其实 刚刚那个回合他可以做更多的一些 保护措施的 主要是这个龙龙是没有宝宝的 对对对 大唐的洗净八卖里面 这个对横扫一个没有宝宝的人物单位会增加的一个暴击率的 所以说的话其实很明显的一个点杀 但是对面没有选择做一个防点杀的一个准备 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 关键方这边还在抓对面的速度 关键方这边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 为了把全场的一个物理益素给稳定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持续的一个黄泉之息抓大唐 大唐破宝宝 沈右 对战方一直放不出罗汉 我感觉会不会被关键方两个法系直接给秒崩了 至少在药品消耗上面会很快 因为你没有罗汉的话 你的血量就会被消耗得很快 那你只能通过吃大惊来把血量给补上 你说仅仅靠普陀一直在点灯或者是配合地府的独断 其实这样挺浪费了这两个门派的作用的 对对 那这一个回合看一下 关键方这边是否还会持续的一个点杀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关键方这边要点的话也会点对面 另外一个龙弓 法系 对对点法系 大唐毕竟有盾嘛 呃大唐有盾的同时 而且你现在的大唐对我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威胁力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物理一速 我先点了你的龙弓 降低你的一个面伤能力 我再把后面再干你的大唐也是可以的 但是对战方先选择了一把反点 看一下关键方对吧 防点杀能不能防得住 开刀1600 第三刀主要保护第四刀 看一下 这个血量走远了 但是他能出手 对能出手的话这个就不亏了 我去对战方也是一把群秒点杀 这个金青烧慢了那么一丢丢 哎 通过这个回合的小细节看一下 待会关键方这边地府要不要抓一下对面 法系的速度 对右边的那个龙弓的 速度 因为他们两个的速度很相近的 可能抓一下 关键方这边基本能拿到这个 法系的速度优势 对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能抢到的话 刚刚那个金青就能给到 关键方这边这个叫做 我本楚狂人的龙弓 能把他身上的小藏给解掉 解掉 解掉之后还能恢复血量 并且对面的龙弓刚是龙腾的 没有法爆 估计也能扛得住这个点杀 像他们这种高端局的PK法系速度 优势也很重要 嗯 因为法系都带着大特技嘛 对像罗汉金青啊这些全都有带 那接下来就要看关键方这边 地府要不要抓这个 不抓你 直接点点 对方是直接换出了须弓 这个须弓 我感觉松了吧 两只 两只 对方直接要冲的节奏吗 说句实在话 王子 就是刚才那回合 如果我要是关键方 我直接出须弓 你直接就出须弓冲了是吧 不能放过这些机会是吧 现在对战方想冲关战方了 现在 但是你一个龙弓被 香爽点死的话 感觉冲不动啊 而且现在场上只有两只 须弓宝宝 对战方的几只须弓 很快就会被清掉 这个几只须弓是送的 那问题来了 这个回合 关键方这匹大堂不能动 对面大堂肯定是可以 很早出来的 就看对战方这个时候 是否有一些点杀的想法 现在双方都是互点 而且关键方普陀和地府的血量都很差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的 一把指人 指人 这边地府卡的一个大金 也很虚 刘云 抢物理移速 大堂踩干将 对战方这么自信吗 你通过这个回合的一个刘云兽 你觉得自己下一个回合 能有一个物理移速吗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因为如果他这个回合不点杀的话 还没有拿到物理移速 其实是挺亏的 再吃一个黑鱼灵高 对战方是势在必得 拿下这个物理移速 取秒宝继续 取秒 对战方一五号位的两只宝宝 能战多久 不确定 看看观众方这边的宝宝 有没有照顾一下他们 对战方起了一把干将的情况下 那么王子 你觉得下回合他会 有一个什么举动 你说观众方是对战方 对战方踩了一把干将 如果他有物理移速的话 我觉得他可以直接切了观众方这边的 大堂就可以了 先切大堂 因为这是一个 不确定的因素 但观众方这边 普陀拉起龙弓 地府人卡大惊 然后对战方的地府 选择了一把毒 没有挂小死亡 那大堂应该是青宝宝了 还是长驱观众方的法系 手势也可以 长驱 长驱4300 可以 七迷一刀7000飞走 那看一下龙弓取秒 法报1295 触发了一个法金甲 如果没有触发法金甲的话 关众方这边这个龙弓已经再次倒地 看一下立皮 再次神佑 这个持国已经绿了两次 看一下有没有 再拍一个5000 好的奔雷出来了 看一下223 没有倒地 那观众方这边 法系一丝的血量 一丝丝的血量 但是头上有一个血灯 也不怕 现在反倒是观众方这边的想法了 因为主动权现在又落到观众方手里边了 看观众方这边大堂是守施 还是直接 小死亡点杀 七宝玲珑灯 这个不让你恢复一下血量 无魂给到了对外方大堂 防点杀 小死亡没中 好了对面你看 跟我所说的其实挺相像的 对面还是会先选择点观众方这边的大堂 但是观众方这边大堂的速度比较快 直接扫出来了 三刀 最可恨的是小死亡没有中 对 其实这波点杀 对于观众方来说挺伤的 嗯非常伤 因为你毕竟小死亡你没中的话 对面龙宫还能保证一个群秒 通过这一个回合的一个 呃 双方指挥的博弈之后啊 现在 感觉啊对战方是有一点点的优势的 主要是这个大堂还站在场上 对战方的话其实普陀拉起龙宫 再用一个宝宝拉起另外一个没有中小死亡的龙宫 对对方可以继续保证群秒的 对战方的一个虚密吃果在神了三次之后终于是离场了 嗯 哎二号宝也被清掉 我觉得对战方现在急需出一波宝宝了 对宝宝肯定要出了 再不出的话被观众方这边两个龙宫会秒的很痛 看一下大堂能不能站住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双龙宫也是有点杀的可能性在的啊 不要说大堂倒地了之后观众方这边就不会点杀 反倒是现在对战方对战方现在是可以再来一波点杀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观众方这边大堂中小死亡倒地 对 没有人威胁到对战方的大堂 如果对战方大堂直接切观众方这边的普陀 观众方这边就很可能会崩掉了 看观众方这边普陀建议你先起个指人 有指人的话先起一个或者会员伞 你直接拉灵洞 妥妥选择刷了一把灵洞 地府罗汉还可以 地府有一把罗汉还能稳住 小死亡给到龙宫 看一下这一次对战方的一个点杀开刀一千六 那应该是走远了 对 三刀直接带走了 而且对战方还有双龙宫的群秒 看一下宝宝能不能站住 二四号位的两只 五号位宝宝没能站住 还是直接被清掉 其实这个回合观众方这边地府有一把罗汉的话 我觉得这个普陀可以选择波兰一下 波兰一个法系 对或者是直接点灯也可以 没有必要直接在地府出罗汉的时候 也加一把灵洞 对 但有可能是观众方这边觉得稳妥起见 还是把这些防御措施做好会稳妥一点 好的地府再拉出了一只宝宝 露吼了一下大塔 是的 大唐这个观众方这边大唐这个血量是站不住的 对面双龙宫还能取秒出来 好的小死亡解开 对面双龙宫一起出宝宝没有许秒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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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这个回合是站住了 但是连绳宫 developed despite the Game perspective 有没有什么措施 反点一过 反点一个 不点啥 现在 看不住了感觉 如果要反点的话 官籠法这边反点最有可能是 还是点对面的大唐 而且官籠法这边肯定是有一个物理易速的 在官籠法这边大唐倒地的时候 官籠法这边的地府有抓过对面大唐 对 看乖了吧这边这个会要点大糖还是点龙弓 按正常的话其实你有一个物理移速的话 压一个法系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现在的话大糖毕竟是点杀的涌动机 还是要先把它杀掉 点龙弓但小死亡又不中 我觉得如果今天零以四输了的话 那个地府的小死亡应该要背锅 要背部分的锅 因为首先点杀伤害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好几把都没中了 对好几次没有中这个小死亡 来看一下这个开刀1700 这样的话对方看一下这个龙弓 哇这个保护掉了4600血 我去我感觉对那方那个大糖罗亥 大糖的罗亥 倒地之前的话也是几秒出来了 双龙弓几秒 好的一个龙弹 一千带走 但这个没有中小霜倒地 还是那句话成功消耗了对对方一个大一个九转 对 对面待会用一个宝宝来拉起就可以了 而且对面这个回合拉起了一圈罗汉的话 观众方这边就单龙弓 单龙弓几秒的话也是白白给对面加愤怒的 反倒是对面方大鬼拉起龙弓之后 双龙弓几秒过来给观众方这边的压力就很大 观众方这边要赶紧再接起一个罗汉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 观众方这边的五只宝宝的血量 这个血量 还不一定能够站得住这些宝宝 除非你神佑 直接高速来拉起龙弓 对面方应该是有守施的一个操作的 环险之息 继续抓大堂速度 普陀这个双灯 对外方很好 感觉很好啊 你看 这些宝宝就直接压你的尸体 一个强区 这种宝宝都应该是满力波 有点了力破 应该是点了力破的 针锋的宝宝敲人是敲不动的 对 针锋的话你只能用来轻宝宝 只能用来轻宝宝 这边 直接是三个大金给到了这个普陀 让这个普陀直接满血 大问题来了啊 观众方这边的地府脚下是有塔的 观众方这边地府放这个罗汉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罗汉接起来了 观众方这边会稍微好过一点 因为观众方这边三个输出的血量也是非常低 万一对面 万一对面的龙宫法爆一下 直接会带走一个人 对直接会带走一个人 一速来罗汉 这个是很稳健的一个打法 地府来赌 选择赌了一口 回点血量 继续抓大唐 继续抓大唐 对面方有一把金钦 来看一下 大唐采 观众方这边大唐采干箭了 我去 最想认的宝宝 这是隐宫啊 好久没有看到什么宝宝了 隐宫你 我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王子 你说隐宫是打那个生死绝 还是隐宫 我觉得打生死绝就可以了 这种宝宝 你就赌他那一下 我觉得就赌他那一下 还有就是昨天我们团队纠结过这个问题 那个赖须弥 他说是打腾多镜还是催心浪 如果是我打 我打腾多镜 我会很变态的这种打法 就很恶心啊 其实这种宝宝 增加了一下那个宝宝的抗性 对 对挺纠结的 可能看那个团队的需求 对看团队的需求 其实你打催心浪 是也可以啊 但是看整个队伍的一个配置吧 那这边小手王再次不中 队上方的话 我们就当小手王中了 我们就当小手王中了吧 小手王中了 但是被对面金轻掉了 那看一下 4500 5200 我去 精彩 这个大唐 是前面刷了七煞的效果啊 对对对 把七煞的效果 刷起来之后 这个很扫的话 过来往这边 再加上脚下踩着干将 这个数据也可以理解 对 还有干将 那问题来了啊 观战方这边 大唐 由于 呃 呃 前面一直被抓 导致他好像连这个物理一速 丢了物理一速 丢掉了 我感觉 我感觉凌云四现在急趋一波点杀 点杀 点杀 反点那个机会 你用场区 场区接两个龙的龙藤 你也可以点一下 你可以点 也可以尝试点一下 哎呃 对外方的小爽也开始水了 3二威宝直接被清掉 宝宝跟一下 2,650 给到了对方大堂 我感觉今天对战方的宝宝绿的比 观战方 运气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 好一点点 对 但观众方这边其实也经常能省的 刚刚四号位的宝才省完 这边大堂拉起来的时候起了一个 没有出宝宝 选择起了一把盾 起盾的原因是因为 他没有移速 没有物理移速 先踩盾 再拉宝宝 或者是你直接防御也可以 但防御也没什么作用 双法系你防御防不住的 对双法系你防御也扛不住 个人建议你要不就拉一只宝宝 要么就平坎 或者是场区配合两个龙弓 点掉对面一个人也可以 反点吧 现在对战方熊一领 场上有两只须米一只引弓 普陀奇指尔地府罗汉 这个回合观众方这边拉宝宝也可以的 无间地狱来了 对面应该冲了吧 对面肯定是要冲的一个节奏了 来看一下 这个宝宝 一直在压观众方这边 哇7000 观众方大唐 连出宝宝的机会都没有 那我还不 那我觉得这个大唐 还不上个回合直接拉个宝宝呢 拉起来之后 还直接拉个宝宝出来 比现在你起了个会员伞之后 还没办法操作 对吧金星还是慢了一丢丢 还是慢了一丢丢 如果观众方的法系比对战方的法系快的话 我本储狂人就不会死 对 我记得我好像在十多个回 有十个回合吗 十个回合左右之前吧 我就说观众方这边 地狱有空要抓一下对面那个龙龙的 你抓了一下的话 你这个金星放出来就能照顾到他们了 我去 这什么 观众方的地狐 反起了一把 无间 无间 对 我 我有点没看明白 什么情况 没了没了 观众方这边现在很难打了已经 地狐你们看一下孩子了 一属一号位的孩子拉出来才多久 直接被清掉 对面还有这种薰米宝宝在场上 地狐现在也扛不住 那应该 你隐私应该是走远了 直接覆盖了刚刚的一个 是普陀的大招清净菩提 覆盖了对战方的那个 无间地狱对不对 没有吧 是无间 是无间还是 无间地狱 我反正我先看着是观众方的地狐 是盖了一把无间 不过现在 呃 观众方这边已经很难 目前来说观众方这边已经很难打了 有的人 有的兄弟说指挥差距太大 其实他们这种强服我感觉 是 小索给到观众方这边的地狐 我觉得大堂不用扫 你看 对方大堂直接平凯观众方这边的大堂 龙宫群秒 差一点点 再一个群秒 双杀 双杀地狐和大堂 那么这场PK 抗龙 这个抗龙 没用 对面 高速宝宝 或者是人来拉起这个龙宫也可以 保证龙宫的输手 感觉观众方现在已经是强弩直播 好的 你看对面地狐还羊来拉起 大堂直接扫了普陀 来看一下伤害的一个情况 第三刀2000 第四刀2100 双龙宫的一个取秒 观众方这边的话现在是没有灵动 没有罗汉的 普通打地 这个法宝3358 顺便把龙宫也带走了 又是一把双杀 是的 其实没有想到这场比赛会出现一个三攻打三攻的一个情况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可能会觉得十六进八 大家可能都会打的阵容跟我们刚开场的时候看到那个阵容完全是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天上之别 对 但是我们都会打的阵容 但是我们都会打的阵容 是非常好的 大家想打什么阵容都可以 有三攻 对 也有三攻 那团还有那种 双风双法的也会有出现 然后国标留的也会有 好的 那这场比赛的话也是结束了 那我们恭喜熊英领获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